在中国,80后,90后可以说是相对苦的一代 首先,在一台政策底下,他们当中很多是独子独女 来到这个时候,他们很多都必须一人承担起两老的起居饮食和医疗费用 一些有孩子的就更辛苦了 名副其实的,上有老,下有小 再来,他们遇上了中国和西方对抗的时代 意识形态的对抗,让中国的经济前景不乐观 经济前景不乐观,也就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工厂、企业和外资大量撤离中国 企业大量撤离中国,也就意味着工作机会大幅减少 差不多一年前,我就已经说过中国Z时代的失业率问题 来到今天,中国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0.8% 再创新高啊 但是呢,中国获得这数据的方式非常好笑 你知道中国政府的就业数据是怎样统计的吗? 只要你每个礼拜有工作一小时,就会被当作就业 不是失业人士了 这种标准还真令人耳目一新啊 毕竟法国的标准是20小时 美国也要15小时 中国一个礼拜只需要工作一小时,就不会被当成失业人士 这标准也违免太高了吧 哈,不如说只要你有呼吸就不算失业 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毕竟做人也算是职业的一种啊 哈,哈,但就算如此低的标准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依然高达20.8% 试想一下,如果把标准提高到15小时的话 恐怕这失业率会被提高到至少50%? 哇,不敢想象啊 还是把标准降低到一小时吧 数据会好看很多 除了独子啊 中西方冲突 产业链和企业撤离中国等问题 中国的80后90后还要经历更凄惨的三年疫情 以及动态清零 中国经济放开后啊 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大幅反弹 这让这年龄长的人啊 负担更重了 种种问题累积下来 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 也就是人口急剧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自60年代大饥荒结束以来 首度出现负增长 也就是死的人比出生的人多 这都因为啊 这群人决定不想再绝了 宁愿躺平了 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啊 我在早前也是说过了 还没听过的朋友呢 可以去听听 我在这里啊 就不惜说了 但简单一点说 中国就业竞争的压力啊 让这些人推迟了婚姻 有的呢 甚至不打算结婚 那些天价的彩礼 结个屁婚啊 而且呢 中国的离婚率 还超过一半呢 这彩礼 有超过一半的机会 是白送人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结婚啊 即使有结婚的 有很多也不打算要孩子 还记得动态清零期间那一条影片吗 大白上门抓人去方舱 一名青年拒绝去方舱 结果大白警告他说 你不去 会影响你三代的 该名青年直接回答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谢谢 这是不是大多数中国青年的想法 我不知道了 但这句话 在中国倒是引起了很大的回想 有人说 人生远离房子 婚姻 孩子 车子 赌车 赌品 那幸福 自由和时间 全是你的了 中国网上甚至还流行一句话 如果孩子的出生 是为了继承自己劳碌 恐慌贫困 那么 不生 也是一种善良 这不只是中国人会这样想 我马来西亚人也有这种想法 这也是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之一 虽然我不至于贫困了 但劳碌和恐慌 倒是有不少的 而且这也不只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好朋友圈子里面 不结婚的 有一堆 结婚不要小孩的 有一堆 好朋友当中 我居然只有一个好朋友 是选择生小孩的 但也只剩一个 只能说 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巨减 绝非偶然 现在呢 中国的完美风暴 要再加上一笔了 那就是35岁魔咒 在中国的职场 当你人到35岁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说是高龄了 先不说那些私人企业 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 他们也将大多数公务员职位的招聘年龄 限制在35岁以下 这魔咒在私人企业 当然更严重了 基本上你来到35岁这个岁数 也就意味着等着被社会淘汰了 这情况放在以前外企大量投资中国的时候 当然不明显了 但如今中国的经济和就业市场疲软 这年龄歧视普遍存在 就不让人意外了 更何况 在中国 年龄歧视并不违法 正所谓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 如果人到三十岁 还不能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的话 那自然就还没真正立起来了 三十多岁的人 必须在这时候对失业 婚姻和生育等人生大问题 做出决定性的决策 但是呢 决策还没做出 只有已经知道自己将迎来35岁魔咒 加上刚才说到的各种问题 这基本上就是多重打击 这年龄成的人又怎么可以三十而立呢 阿里巴巴 腾讯和百度 在今年各自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财源 没被财的 也必须接受不同程度的降薪 中国各大房地产 在这一年来的财源幅度 甚至高达七成 这只是较为明显的企业 所遭受到的影响而已 还有更多其他领域 我没细说 例如被电商打垮的实体店 卷到不行的送外卖行业等等 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王明远 在他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里面指出 如果再不解决就业问题的话 到2028年的时候 中国社会将会有5000万名 18岁到40岁的失业人员 而这也将不可避免的引发 一系列的生成危机 可能王明远不敢明说了 所谓的生成危机 基本上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政治危机 这和刚刚经历过 兵变的普丁一样 一旦国内经济持续恶化 收钱被推翻的 往往就是那一位独裁者 至于35岁魔咒 为什么要是35岁呢 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会知道为什么是35岁 我经历过 所以我知道 在这年纪之前 你怎么干活都不会累 即使累了 你只需要休息几小时就恢复了 35岁之前 我还可以早晚运动 一年跑几次马拉松都没问题 35岁过后 明显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大不如前了 很容易疲惫和精力不足 还算是小问题了 一些腰酸背痛的问题 才是最影响工作效率的大问题 35岁也是一个人对工作 开始没有激情的岁数 你整个人将会开始松懈 甚至只想要安稳 舒适圈能有多舒适就有多舒适 工作越平稳越好 只要薪水准时到账就好了 我曾经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意识到这问题 所以早早解决我态度懒散 对工作没有激情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就是 与其等到老板不耐烦 把我给辞了 不如先自己辞职 出来单干 有时候 市区的激情是可以靠危机感 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重新激发出来的 而这也是我在35岁 开始做这频道的原因之一 排泄 说远了 35岁之所以是一个魔咒 还有其他原因的 例如思维固化 不愿去拥抱新事物 比起中年人 年轻人在技术和知识方面的更新 更快 他们有热情 有激情 有梦想 有创意 以及可以一天干活18个小时的身躯 虽然他们没有经验 也不善于职场斗争 但是呢 他们身在低成本 不求安稳 可以不断往前冲 试问呢 一个想极力寻求突破的老板 他需要创新和奋斗的员工多一些呢 还是只求稳定的老屁股多一些呢 虽然我认同35岁魔咒了 但不代表我认同老板 应该年龄歧视他们 能把这种歧视 进行得如此淋漓尽致的 恐怕也只有中国了 很多年轻的中国人 可以不断加班加点到 近乎失控的状态 他们很多人 没有在晚上11点前下班过 有的人甚至需要服用 抗焦虑的药物啊 而到最后呢 还是逃不过35岁魔咒 而被解雇 所谓35岁魔咒 说是说35岁啦 但不少人在30岁的时候 就开始焦虑和害怕了 因为他们知道啊 再过几年 很大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就好像你知道 五年后就会死掉一样 哈 这五年啊 又怎么会过得开心呢 更惨的是呢 在被淘汰前 他们还是需要面对 过度劳累的问题 而对于中国的女性来说 35岁更像是一场瘟疫 对他们来说啊 他们除了需要面对 年龄歧视之外呢 还必须面对性别歧视 很多要聘请女员工的公司 例如母婴用品公司 他们会把年龄 限制在32岁以下 比35岁魔咒 还要早三年啊 中国的女性工作者 从25岁开始 就不得不回答 关于什么时候结婚啊 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的问题 他们的回答 都会影响 他们获得聘请的机会 很多差不多 这个年龄的职场女性 为了找个工作 可以投个几百份简历 但是呢 得到的面试机会 只有区区几个 只能说啊 在35岁魔咒面前 中国女性面对的挑战 更为严峻啊 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国人 对自己的工作 是有预期的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 很乐观 他们觉得自己需要升职 需要加薪 需要过更好的生活 如今他们很多都没有了这一份乐观 他们很多都悲观认为 只要能生存 能生活 已经很好了 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企业 喜欢追逐最热门的趋势 而不是完善 已经有的东西 所以呢 经验和专业知识 并不是他们最看重的特质 也可能中国从来都不缺人了 年轻人多的是 何必高薪留住年纪大的人呢 正如一句开玩笑的话 没有永远18岁的女人 但永远有18岁的女人 这句话套用在中国的职场上 也一样管用 没有永远年轻的人 但永远有年轻的人 反正中国人况最多嘛 总之呢 35岁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不是一座沉重的大厦了 而是悬崖 搞笑的是呢 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 以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危机 这句话据说是势在必行的 中国人口到2035年的时候 将会有4亿个60岁以上的老人 而目前不少省市区的养老金预算 已经呈现赤字了 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 中国养老金账户 将在2035年耗尽全部资金 不过呢 即使没耗尽 凭着现在那微薄的养老金 中国的老人有多少个 可以做到真正的退休呢 但是呢 这计划如果真推行 也就意味着上了年纪的中国人 需要继续工作了 所以呢 有中国人调侃说 35岁辞退显老 60岁退休显小 你说这情况好笑吗 说到职场 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后辈 这男生啊 刚毕业出来社会工作 在公司呢 是我负责引导他 帮助他的 老实说啊 这年轻人的技术超级差 也不懂他是怎样毕业的 该懂的基本功 他不懂 不懂的 他当然也不懂 最糟糕的是呢 他的工作态度 还非常差 除了喜欢说废话 他还可以在老板的面前 睡觉打呼 非常影响我工作 其实我在怎样 用心的去教他 我在怎样苦口婆心的 劝导他 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让我觉得 我这个前辈 很失败 最后呢 他也被老板吵了 他还在外面乱说 我欺负他 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他做 神经病 你连完成一个简单的工作的能力都没有 我又怎么敢把所有工作交给你做呢 这时候呢 另一个前辈 教了我一个帮助人的秘诀 他说啊 每当你想帮助人的时候 要先搞清楚三个条件 第一 你愿不愿意帮助对方 第二 对方愿不愿意让你帮助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方愿不愿意帮助自己 这三大条件 只要缺少一个 所有的帮助都将会是白费力气的 而白费力气的事情啊 要尽量少做啊 要帮人 也要帮一个值得帮的人 什么都来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